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是 闺蜜的男友,前脚刚甩了闺蜜 就饥渴地拉我去小树林又亲又宝 她用粗壮的胳膊一把拽过苏儿的手 将她紧紧搂在怀中 紧如铁菇,使她无法呼吸 尽管雨是如此之大 但在她的怀抱中,苏儿只感到炽热 她咆哮着说,你听好了 我只说一次,你不能离开我 今生今世,永远都不能离开我 孟小阳穿着一套草莓图案的家居服 一边品尝自己简单做的晚餐 一边追逐着小说 她读得心跳加速,面红耳赤 每当看到伤心的情节 眼泪就不禁流下来 当看到激动的情节时 她紧紧地把手机握在胸前 孟小阳独自一人在北京生活 上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 周末一个人打扫卫生 从出生到现在,她从未有过男朋友 闲暇时间很多 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爱情小说 她最喜欢看霸道总裁题材的小说 这些年来看了差不多有100部 男主角总是高大 有力,富有又专一 对女主角特别霸道 但霸道之中又充满深情 文中的女主角总是柔络无助 总是遇到危险 当然,她们的男朋友 总是会保护她们不受任何伤害 孟小阳本身是一个柔络胆小的女孩 她在单亲家庭中长大 母亲去世 她成了孤儿 经历了无数的冷眼和欺凌 她希望能有一个霸道而强大的男朋友来保护她 让她不再受到伤害 然而,这样的男朋友从未出现过 孟小阳仍然是个单身贵族 她的妈妈自然很着急 但她在老家,天各一方,无法帮助她 同事中的财务大姐也跟着着急 她问道 孟小阳,你到底想找个怎样的人? 给姐一个明确的答复 姐也可以帮你找啊 王姐,你怎么比她妈妈还着急呀? 站出来,为孟小阳说话的女同事薛凡开口了 她和孟小阳同时加入这个部门 还在同一个小组 多年来 两人一起经历风雨 一起做项目 追求业绩 早已成为非同寻常的战友 她知道孟小阳性格温柔 从不和人争吵 所以总是帮她发声 我只是为了她好 这么好的姑娘 长相不错 身材也好 她都26岁了 我难道不着急吗? 你们知不知道女孩过了25岁就没人要了吗? 什么有人要没人要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孟小阳是商品呢? 正好是季末冲刺阶段 孟小阳和薛凡一起加班 结束战斗 两人大声喊着鸡肠碌碌的感叹 好饿呀 我男朋友在楼下等我 咱们一起去吃饭吧 薛凡和他男朋友在一起挺长时间了 但孟小阳是第一次见 当孟小阳下楼时 他看到那个男生正站在车旁等候 孟小阳感觉他的胸膛很宽广 他真的很高大 由于身材娇小 孟小阳得抬起头才费劲地看到他的脸 与他站在一起的高挑的薛凡 看起来与他非常相配 这是我男朋友刘凯 我是孟小阳 孟小阳在非工作场合很少与异性相处 他的声音小得像只蚊子在叫 羊咪咪的羊 他补充了一句 声音更小了 脸也红了 你为什么这么胆小啊 薛凡嘲笑他 而男朋友似乎对这个胆小的姑娘毫无兴趣 看也不想多看一眼 三个人去了附近的餐厅用餐 薛凡对男友说 以后我加班的时候你就先吃饭 现在都这个时间了 如果等着我 你都快饿死了 男生冷冰冰地说 原来你还知道我在等你 薛凡叹了口气 解释道 今年优量更大了 我们以后可能经常要加班 你可以辞职 我来养你 男生没有大声嚷嚷 但他的眼睛却狠狠地盯着薛凡 仿佛他不答应他就要吃掉他一样 真有勇气啊 听到这句话 孟小阳脸红得不知所措 没有注意到坐在他身边的薛凡 一脸尴尬 我们回家再讨论这些吧 他对着孟小阳嘟了嘴 男朋友怒气冲冲地盯着薛凡 过了一会儿才说 好好吃饭 别让我喂你 果然如薛凡所说 后来公司业务变得越来越繁忙 不论是季度末还是其他时间 两人经常加班加点的忙碌 每次加班 他男友都会出现 三个人一起吃饭的时间也逐渐增多 更加熟络之后 周末时 三个人还会一起逛街 唱歌之类的活动 对不起 他老是跟着我 薛凡悄悄对孟小阳耳语 没关系的 孟小阳心想 看着他们俩相处 真是一种享受 就像眼前上演着 平时追逐的小说一样 刘凯平时总是一副冷漠的表情 但对薛凡却特别霸道 有一天天气很冷 薛凡喜欢穿得漂亮 难免有些受冻 刘凯想把自己的大衣给他穿上 薛凡觉得丑 结果被刘凯硬生生按在墙角 将外套套在了他身上 天晓得孟小阳 看着他们的场景有多过瘾 心情像敲鼓一样激动 但又感到十分尴尬 巴不得自己能隐形 尽管内心激动 还有些羡慕 但孟小阳不敢有过分的想法 当三个人在一起时 他对刘凯甚至不敢多说一句话 当然 刘凯也几乎不理他 薛凡是他在公司里最好的朋友 看到他幸福就足够了 孟小阳是个单身女性 薛凡特别照顾他 经常要求刘凯送孟小阳回家 然后两人在一起回家 刚开始时 刘凯非常不情愿 说 本来下班就晚了 你每天睡觉也太晚了 渐渐的 不知是因为见面太多了 还是别的原因 刘凯习惯了先送孟小阳回家 这本来也没什么 毕竟三个人都在一起 而且这也是薛凡照顾孟小阳的一番好意 有一天 三个人吃完晚饭后 薛凡接到领导的电话 要他立刻回办公室处理新的数据 你先送小阳回家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家 孟小阳觉得与朋友的男友单独相处特别不妥 赶紧拒绝 现在这个时间这么晚了 你家那边还这么乱 你自己走我不放心 刘凯也说 小凡不放心 回头又要跟我闹了 你就别废话了 然后 尽管感到非常尴尬和难堪 孟小阳还是上了车 与刘凯一起驶向自己的家 两人都保持沉默 孟小阳感到非常不自在 他无法说出一句正常轻松的闲谈 尽管路程不远 但这一天的交通非常拥堵 孟小阳担心薛凡会多薪 一直给他发微信 今天交通太堵了 在二环上停了二十分钟都没有动 但薛凡可能忙于处理方案 没有回复他 一路上尴尬着 刘凯突然问 你说你的羊是羊咪咪的羊 啊 他竟然听到了 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明明很小 而从这个高大又冷淡的人嘴里说出羊咪咪三个字 显得特别可爱 孟小阳不禁笑了起来 越想越好笑 笑得更加厉害 刘凯薇笑着问 你笑什么呢 她的笑声感染了他 两人一起开心地笑了一阵子 僵局就这样打破了 两人开始畅谈起来 他们从各自的家乡 聊到各自的工作 又聊到孟小阳单身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交过男朋友 一直都是单身 难怪啊 为什么难怪 孟小阳纠缠了好一会儿 但刘凯仍然含糊其词 于是 他们开车到了孟小阳的小区门口 通常情况下 他们会将他送到小区门口 但今天 刘凯非要开车 进入小区 抱歉 特殊时期 不允许外来车辆进入 为什么不能进呢 我只是进去 把他送到楼下 然后立刻出来 不行 这是上级的规定 孟小阳想劝阻刘凯 觉得不进也无所谓 毕竟距离也不远 但是 刘凯对小区的门位 发起了火 你们小区这么不安全 一个女孩子 独自走这么远安全吗 我把他送进去 有什么不可以的 出了事情 你负责吗 尽管吼叫了一阵子 刘凯还是只能把车 停在路边 因为这番争执 孟小阳反而不好意思下车了 他想说些 安慰刘凯的话 刘凯看起来很烦恼 默默地停下车 抽起了烟 其实 我刚才想说 你一看就没谈过恋爱 刘凯打断了孟小阳的话 用一种复杂的目光 深深地注视着他一会儿 你看起来如此纯真 一点也不懂得保护自己 他又默默地吸了几口烟 低声说道 真是让人担心啊 孟小阳的脸 瞬间泛起飞红 我们下车回家吧 进屋后 要好好锁门 然后给我发一条微信消息 孟小阳当然没有给 刘凯发微信告知平安 而是给薛凡发了一条消息 报平安 接着 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 洗漱准备休息 然而 当他拿起手机 准备看小说时 却发现 刘凯打来了十几个 未接电话 他急忙回播 一接通电话 就听到刘凯问道 你到家了吗 嗯 我早就到了 不是让你通知我一声吗 啊 我已经告诉薛凡了 刘凯那边传来了漫长的沉默 孟小阳以为他生气了 心跳急速加快 等待了好一会儿 刘凯说 好吧 只要你到家了 我就放心了 挂断电话后 孟小阳感到有些奇怪 刘凯总是说 不让人放心 我就放心了 好像有意无视薛凡 凸显自己对孟小阳的关心 这怎么可能呢 孟小阳心想 难道我对别人的男朋友产生了非分之想 到了产生幻觉的地步了吗 也许朋友之间这样的表达是正常的 可能是我不正常 他用力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专注地沉浸在心爱的小说中 薛凡的工作越来越忙 加班也越来越频繁 孟小阳知道薛凡比他更能干 进公司这么久了 很可能会比他先升职 但他并不在意职场竞争 他更在意的是 随着薛凡经常加班 刘凯独自送孟小阳回家 已经成了常事 为了方便送他到楼下 刘凯居然专门办了他们小区的出入卡 孟小阳常常想 他回去还要等薛凡下班 然后辛苦地将自己送到楼下就离开 从朋友的角度来说 应该表达一些感激之情 了怕请他喝点东西也是必要的 但他们确实不是朋友的朋友 必须保持适当的界限 在公司里 他已经尽量请薛凡喝东西 吃点心 算是对他们俩的感谢表示了 有一天 当孟小阳和薛凡下楼时 薛凡正拿着孟小阳 为他买的饮料 刘凯看到这款饮料 并不是薛凡平常喝的 就问孟小阳是从哪里买来的 薛凡得意地说 孟小阳每天都给他买饮料 都快把他喂胖了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但到了晚上 刘凯送孟小阳到楼下后 突然默不作声 好像有话要说 那我就上楼了 谢谢你哈 凭什么呀 刘凯莫名其妙地这样说道 什么 你每天送饮料给你的人是我 但你却只对薛凡报平安 只给薛凡买奶茶 我呢 只有口头一句谢谢 是吧 孟小阳感到非常尴尬 连忙解释说 他把薛凡和刘凡 都当作一个整体等等 但刘凡却更不高兴了 怎么会是一个整体 你和薛凡是好朋友 难道我和你不是好朋友吗 难道我每天送你只是为了薛凡 难道不是 啊哈哈 我们当然是好朋友啊 孟小阳慌张地笑着回答 我不是为了得到你一杯饮料 也不是为了让你谢谢我 刘凡这样说完 自己也感到困惑 他在这里争什么呢 他温柔地笑了一下 说上楼吧 到家给我发个微信 你有听到吗 孟小阳上楼时脸红的发烫 他拍着自己的脸责备自己 脸红个什么劲 我们只是朋友 正大光宁地聊两句 为什么要脸红 他给薛凡发了一条微信 报平安的同时加了一句 我也要告诉刘凯 他嫌我每天只和你报平安 薛凡漠不关心地回复说 你直接给他发微信就行了 不然他也不放心 看来我多此一举了 弄小阳心想 果然 薛凡很快就有了升职的机会 另一个团队的领导离职后 薛凡被调去担任 那个团队的负责人 一来 薛凡升职了 二来 他们之后不再是 同一个团队的战友了 见面的机会 恐怕也会减少 因此 薛凡提议周末 一起去新胎的游乐场 放松庆祝一下 让刘凯当我们的司机 你不会介意吧 你觉得 我会介意吗 刘凯杀气腾腾地用筷子 指向孟小阳的脖子 薛凡一巴掌 打开了刘凯的手 说 真凡人 别吓到小阳了 哈哈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孟小阳的脸颊发烫起来 周末到了 他不需要穿职业装 扎了双马尾 打扮得特别可爱 当刘凯和薛凡来接他时 他仿佛看到 刘凯凝视着他好久 一定是我看错了 三个人一起驱车前往游乐场 游乐项目多而刺激 平时如此自信大方的薛凡 在游乐场却像个胆小鬼 吓得动不动就躲进刘凯的怀里 他明明是一个身高一米七的姑娘 但在刘凯的怀里 却显得像只小兔子一样娇小 孟小阳不明白为什么他感到有些难过 幸好游乐场真的很好玩 恐怖的项目一个接一个的尝试 他并不害怕 只觉得非常畅快 鬼屋 鬼屋 薛凡 我们一起去鬼屋吧 天啊 我可不敢去 你们两个去吧 薛凡把他们送到鬼屋门口 一边反复嘱咐说 如果感到害怕就闭上眼睛 不行的话 就牵着刘凯快速出来 别吓坏了 就像的慈母一样 刘凯 刘凯 你牵住小阳的手 别让他摔着了 这样做似乎不太合适 但谁知道 刘凯真的听从了薛凡的话 紧紧地握住了孟小阳的手 他的手非常大 将孟小阳又小又柔软的手 完全包裹在掌心里 放心吧 他不会摔着的 这么小的个子 我可以轻松抱起他 鬼屋里又黑又冷 但刘凯的手 却异常炽热干燥 孟小阳原本对鬼很害怕 但这次却一点也不害怕 突然 工作人员装扮成的鬼怪 跳了出来 吓了刘凯一跳 一个高大的男人大声吼叫 然后紧紧搂住了孟小阳 捂住了他的耳朵 可能觉得有些丢脸 刘凯大笑起来 孟小阳也跟着笑了起来 两人在黑暗中相互依偎前行 刘凯突然在他耳边问道 你今天为什么生气了 孟小阳的心 砰砰跳个不停 他自己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生气了 但被他这么一问 他确实有些像在生气 如果害怕就别玩 别闹别扭 否则我会打你的 鬼屋并不大 两人很快就走了出来 刚走出鬼屋 刘凯立刻松开了他的手 一下子抱住了冲过来的薛凡 里面的鬼吓人死了 哈哈 他吓唬着薛凡 把薛凡吓得尖叫起来 难道我疯了吗 孟小阳站在他们身后 笑着看着他们嬉闹 那天三个人吃了又晚 回家的路上都非常疲惫 我真的太累了 回到家就能立刻入睡了 孟小阳 今天就不用我送你了 你自己打车回家吧 好的 好的 孟小阳忙不迭地回答薛凡 路上这么拥堵 你让他怎么打车 也许是太累了 刘凯的语气 听起来有些不悦 那你先把我放下再送他吧 我真的走不动了 薛凡嘟囔道 真是的 好像我成了坏人似的 孟小阳有点慌乱 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了 我明天要出差 薛凡告诉刘凯 刚升职就要出差 你不是说不用出差吗 刘凯没有回答 黄姐交给我的客户 我难道不该去亲自拜访一下吗 而且也要让新的下属 彼此熟悉一下吗 薛凡解释道 刘凯没有回答 下属 听起来真有威风啊 领导 孟小阳希望活跃一下气氛 于是调皮地说道 然而 刘凯并没有被他打断 经过一段沉默 他突然说 你说过加班一段时间后晋升 就不会这么忙了 我才任由你这样调皮 但如果你不仅更忙还要出差 那你明天就辞职吧 我又不是养不起你 你是在打击我吗 薛凡却突然发火 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的工作和职业规划 是我自己努力得到的晋升机会 凭什么你说让我辞职 我就得辞职 我需要依靠你养活吗 气氛变得特别紧张 孟小阳坐在一边 感到很慌张 薛凡是他最好的朋友 孟小阳真的不希望他们吵架 今天他莫名地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情绪 这让他感到特别自责 反而更想弥补一些东西 他慌乱地 不太合时宜地开口 薛凡 你不要这样说 刘凯也是为你着想 才这样说的 前排的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但孟小阳知道 争吵随时可能爆发 我再说一遍 薛凡 我不希望我的女人这么拼命赚钱 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是什么你的女人 怎么了 我是你的宠物吗 你的狗 薛凡的声音非常尖锐 你为什么要关心我 如果无法忍受 就分手吧 薛凡 请不要说这样伤人的话 孟小阳再次忍不住开口 他没有太多调解争吵的经验 但在他心里 薛凡显然更亲近一些 他本能地倾向于和亲近的人站在一起 此时他既惊慌又害怕 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是多么不合适 多么令人讨厌 孟小阳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对什么都一无所知 还插什么嘴 果然 薛凡生气了 他的怒火 立刻转移到了孟小阳身上 你他妈的不要对无关的人发火 两个人开始大声争吵 孟小阳不敢再说话 他非常想哭 却强忍住眼泪 刘凯在愤怒中开车 将车停在孟小阳公寓楼下 孟小阳下车逃走 回家后给我发微信 即便如此 刘凯还是提醒他 他瞥了刘凯一眼 他身边坐着生气的女友 看起来如此伤心和疲惫 孟小阳冲回家 扑进枕头里大哭了一场 在上班时 薛凡已经出差了 他给孟小阳发了一条微信 说自己那天很累也 很气 语气很不好 很抱歉 孟小阳急忙回答说他理解了 并希望他们俩能够和好如初 然而 薛凡因出差而返程后 却发现他的宫位与孟小阳已不再相名 除了简单的问候外 几乎没有任何交集 这两个本来关系亲密的人 因为工作调动和一次不愉快的事件 竟然迅速疏远了彼此 与薛凡断交的同时 他也再也见不到刘凯了 有时候下班后 出于以前的习惯 他总会下楼四处寻找 看看刘凯的车是否停在那里 因为如果刘凯在 他一定会靠在车上等候薛凡 然而 刘凯从未出现过一次 更糟糕的是 孟小阳开始连续在梦中梦见刘凯 梦中也有薛凡 他总是站在一旁 一副默不关心的态度 对他们说 你们两个一起去吧 你们可以牵手啊 醒来后 他开始意识到 自己可能早就爱上刘凯 而不仅仅是现在的事 难道不然 为什么他会默默期待薛凡加班 这样刘凯才会陪他回家呢 为什么他会一次又一次的回味被刘凯牵着 抱着逛鬼屋的那短暂时光呢 为什么当听到别人说薛凡太强势 他找他做女朋友真是倒霉时会不自觉地表示赞同呢 实际上这种感情并不奇怪 刘凯这种霸道的男人 难道不是他一直苦苦寻找的类型吗 他感到非常困扰 多年来薛凡一直对他非常好 即使没有这份好感 对别人的男朋友心生嫉妒 难道不是他最看不起自己的行为吗 即使在虚构的小说中 这样的女人也没有好下场 说到小说 孟小阳很久没有追了 因为一看到那些男主角 他就会想起刘凯 这让他感到非常伤心 就像心头有一块烂窗 触碰不得 他想 反正自己毫无道德地暗恋一番 谁也不会知道 薛凡当然永远也不会知道 刘凯更不会 虽然有时候 他会无妄地盼着 刘凯能给他发来一些话语 但他明白这是不可能的 他和薛凡之间已经疏远了 他有什么理由给他发微信呢 有一天 他早早躺下了 刚一入睡 手机响了起来 打开一看 竟然是刘凯发来的 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在吗 孟小阳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胸口 仿佛要使劲才能让心脏不跳出来 怎么了 他故作镇定地回复 有空陪我聊会儿天吗 他正陷入困惑不知如何回答 刘凯又补充道 薛凡把我甩了 刘凯接着说道 因此 我非常想和你出来一起喝一杯 孟小阳第一时间想要给薛凡打电话 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然而 刘凯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 立刻补充道 不要告诉薛凡我找过你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这两人之间有了这样一个秘密 无疑是非常不合适的 但是 孟小阳想到 无论如何 刘凯曾经如此用心地照顾和关心他 他自己也说过 两人也是好朋友 这件事也许很简单 他的好朋友 被他深爱的女朋友抛弃了 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上 对方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不去关心一下 无疑是不合理的 甚至可以说是恩将仇报 在说服了自己之后 孟小阳深夜前往约定地点 他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 他是去劝说两人和好的 这也是为了薛凡的利益 他们在KTV租了一个最小的包间 两人相隔 很远地坐着 刘凯用低沉的嗓音 唱着悲伤的情歌 他一杯接一杯地喝 很快就喝醉了 他看起来痛苦至极 那么高大的身躯 伤心地宛如一个小孩 尽管孟小阳明白这样做很不好 但他实在是心疼得厉害 杨眯眯 他迷迷糊糊地这样叫着孟小阳 痛苦的男人的嘴角 勉强勾起一丝微笑 但这笑容转瞬即逝 你知道吗 我给他买了戒指 我本来以为 只要他愿意辞职 我就立刻娶他 我从来没有想过 没有他的未来 刘凯哭了起来 孟小阳看着他的泪水 心情难过得不得了 他心里想 反正刘凯喝得那么醉 明天肯定也激不得了 于是 他鼓起勇气将男人的头 搂进怀里 没关系 没关系 像你这样的人 一定会遇到更爱你的人的 失去女友的刘凯 久久不能从伤痛中解脱出来 每当他痛苦难当时 就会叫孟小阳出来陪伴他 孟小阳总是劝慰他 哄他 陪伴着他 他经常给他提供一些古怪的想法 希望能找到方法重新吸引学凡 你不能不理我哦 刘凯喜欢这样 拿着手中的物品 指向孟小阳的脖子 将他逼到墙角 用恐吓的语言 开玩笑地说 如果你不理我 我就要杀了你 哈哈哈哈 不会的 不会的 孟小阳红着脸回答道 即使对于最亲近的人 孟小阳也无法说出 内心一闪而过的念头 有时 他在心底认为他们现在都是单身 只是两个单身朋友而已 原则上来说 即使在一起 也无需向任何人道歉 但对于是否辜负了薛凡 这两人说的话都是关于薛凡 孟小阳偷偷地暗恋着刘凯 自以为没有露出丝毫端倪 而刘凯也没有任何表示 他有这样的想法 或许是疯了 既然如此 孟小阳自己仍然面临着年纪不小 却单身的问题 孟小阳快要27岁了 他的妈妈着急地要命 同事王姐也快要发疯了 王姐又介绍了一个很不错的年轻男子 孟小阳心想 为何不去试试呢 或许能认识一个不错的人 然后把那糟糕的念头抛至脑后 他们见面后聊得非常愉快 那位男士对他很有好感 所以他们约定下次再见面 猜猜我做了什么 我今天去相亲了 那天晚上 孟小阳和刘凯一起吃饭 他开心地告诉刘凯说 他真帅又温柔 还邀请我周末一起去爬山呢 刘凯没有说话 只是他有点年纪大了 都三十多岁了 还没结婚 你觉得他可能有问题吗 你明知道可能有问题还去 刘凯突然怒吼起来 孟小阳被吓呆了 周围的顾客也被吓到 纷纷向这边望去 还去爬山 你知道有多少女孩子 因为跟男人去爬山而遇难吗 刘凯完全不顾形象地大喊道 见过一次面就约别人去爬山 你还答应了 你是傻瓜吗 他声音好大 表情好凶恶 孟小阳吓坏了 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你哭什么 我不许你去 哭什么哭 你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刘凯怒急地瞪着他 孟小阳哭得发起抖来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刘凯从桌 自对面扑过来吻了他 孟小阳这辈子第一次接吻 与其说是一个幸福的吻 倒不如说是被紧紧按着 后脑勺啃了一顿 比起嘴唇的疼痛 尴尬更可怕 吻了他之后 刘凯迅速地 截了账 拉着他的手从餐厅里逃走 他拉着他的手在马路上狂奔 天色正红昏 他被高大的男人拽得亮亮呛呛 他把他扯到路边没人的小公园里 躲在树林之间 一把把他搂住 我说没说过 你不许丢下我 不然我就杀了你 可 可是 孟小阳还在哭 心里又特别激动 我早就爱上你了 你看不出来吗 傻子 刘凯捧起他的脸 两人身高相差太大 孟小阳感到脖子酸痛 刘凯再次吻他 这次是一个充满深情和温柔的吻 他对他说 现在立刻给那个人发微信 告诉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好的 周末不要去爬山了 立刻取消计划 好的 你这辈子只属于我 记住了吗 嗯 记住了 孟小阳真的给那个人发了微信 向他表示很抱歉 周末无法前往 决定和别人交往了 那个人回应得非常有礼貌 表示尊重他的选择 并表示以后有机会在一起去爬山 他表明自己是登山爱好者 对山中的四季植物都很有研究 说实话 孟小阳本来还挺期待的 然而他隐隐感到不安 对于以后有机会在一起去爬山这句话 他怕会激怒刘凯 因此他心虚的一口气 删除了那个人的所有聊天记录 完成这一切之后 孟小阳茫然地思考着 这是怎么回事 我竟然和刘凯在一起了 明明这些事情只是我私下幻想过 向往过的 连告白的话都跟小说中一模一样 但孟小阳却感到坐立不安 无法开心起来 经过一番思考 他猜测可能是因为薛凡 他刚刚和薛凡分手不到一个月 而他却成了他好朋友的男朋友 孟小阳不禁在想 他会被人谩骂是个背叛者吧 他是否会回想起以前的事情 认为他和刘凯早有某种关联 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人 想到刘凯今天说的这句话 本该让他感到很幸福 不知怎么的 他脑海里回想起薛凡的声音 我是个人 不是你养的狗 既然确定了恋爱关系 刘凯便像轰炸机一样 在微信上与他闲聊 晚上 他说 赶紧睡觉 要是我发现你熬夜不睡 弄死你 孟小阳红着脸乖乖答应了 但实际上他无法入睡 他想 以后如果他们住在一起 自己睡不着也成了过错 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但他从未顾及过他从未谈过恋爱 只送他到楼下 没有提到上楼的事 这是多么温柔啊 这么想着 孟小阳觉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然而第二天 他与刘凯整整聊了一天 下班时看到他的车停在路边 他靠在车上等他 孟小阳吓坏了 刘凯目睹他惊慌失措地逃跑 然后接到了他的电话 说在距离公司三个路口外的某处见面 搞什么鬼 刘凯驱车过来时心情很不愉快 有件事要商量一下 孟小阳鼓起勇气表达了不希望别人知道他们在恋爱的事情 我真的害怕薛凡会误会 我们对他有什么过错吗 刘凯眉心间蕴含着怒火 他伤害过我多次 没有比你更了解的人了 没有比你更了解的人 这句话使孟小阳的心变得柔软起来 他温柔地劝刘凯 为了他和薛凡的友谊 姑且忍一忍 如果他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跳个槽 就不用这样委屈他了 话虽这样说 孟小阳真的不想辞职 这家公司很不错 福利待遇很好 同事之间也像家人一样亲密 他一边继续工作 一边与自己脾气暴躁的爱人谈着恋爱 他总是那么霸道 但孟小阳就是喜欢这样的他 相安无事 他觉得很幸福 某一天 孟小阳的团队领导找他谈话 说薛凡的团队需要一个人员支持 而他和薛凡的关系一直很好 所以决定派孟小阳过去支持几周 这本来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 听说薛凡亲自指定要孟小阳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 完成后也会是他的一项成就 他知道薛凡出于对过去友情的回忆 在帮助自己 两人重新合作 多年的默契仍然存在 工作非常顺利愉快 那些曾经难以攻克的项目现在顺利进行 几周过去了 孟小阳感觉自己和薛凡之间的关系 已经恢复到认识刘凯之前的好友般亲密 项目圆满结束 孟小阳跟随薛凡的团队去享用自助餐庆祝胜利 取餐回来 他却被吓了一大跳 他的手机就在薛凡的旁边 屏幕上显示着一大串刘凯发来的微信消息 他慌张地抓起手机 关机了 在酒足饭饱之后 薛凡开车送他回小区门口 孟小阳下了车 急忙打开手机 想要向刘凯解释一下 并告诉他自己平安无事 然而 突然有一只手从背后抓住了他的手臂 将他猛地转过身来 刘凯喝得酩酶大醉 凶狠地瞪着他 你怎么了 怎么会喝成这样 孟小阳忙着关心他 然而 刘凯却指着薛凡开走的方向问道 那是谁 啊 孟小阳知道他误会了 连忙解释道 那是薛凡 他刚刚买的新车 呵呵 刘凯冷笑着说 你现在变谎言越来越顺口了 真的 真的 他居然不相信 孟小阳急得想哭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领导让我跟着薛凡一起做项目 然而刘凯根本不想听他解释 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手机 孟小阳的手机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但男人却一边翻看他的微信 一边阴森地盯着他 当他翻到微信的底部时 他问道 他在哪里 谁呀 那个晕你一起爬山的混蛋 我早就把他删了呀 是吗 刘凯又继续翻看了一会儿 从通讯录中找到了那个男人 不是在这里吗 是 人还在 但聊天记录删了 我怕你看了 不高兴 你以为我是傻瓜吗 刘凯大声吼道 一拳打在孟小阳身后的墙上 立刻鲜血淋漓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删除聊天记录的原因吗 他向孟小阳逼近 一步步靠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可爱天真的外表下 隐藏着什么真面目吗 你还骗我说要换工作辞职 这都是你骗我的 不想换工作是真的 但与那个登山男人的事情完全不同 不能把他们混为一坛啊 说吧 你都骗过我什么 我 我没有骗过你 刘凯紧紧握住孟小阳的手 用力地捏着 让他疼得不行 他说 刚才那辆车到底是谁的 你说是薛凡的 对吗 只有一种方式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杨 捏 捏 他用孟小阳的手机给薛凡打了电话 别 别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孟小阳声味俱下 但眼前的男人完全不理睬他的请求 小阳 怎么了 薛凡在免提模式下接起电话 是我 刘凯低沉地说 薛凡没有说话 听说你买了辆车 他冷冷地嘲笑了一声 告诉我你的车牌号码吧 金K5211 薛凡冷静地回答 果然是刚才那辆车 刘凯的目光一下子变冷 仿佛很失望 他问道 你怎么和小阳在一起 哈 我还以为你不会问呢 刘凯冷酷地盯着孟小阳 他满脸泪水地拼命摇头 恳求刘凯不要说出去 然而 男人仿佛故意要折磨他一样 一字一句地说 你心爱的孟小阳 现在是我的女人了 我和他上了床 刘凯挂断了电话 他牵着哭泣的孟小阳 进入了小区 一同上了楼 明明之前没有发生过关系 却在这样可怕的情景下发生了 第二天早晨 全身酸痛 眼睛肿胀的孟小阳醒来时 刘凯正在给他煮早饭 我知道你喜欢吃荷包蛋 我给你煎了两个 他在清晨的阳光下对他微笑 那笑容是如此明媚 看起来如此温暖 这一天 孟小阳依旧去上班 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心不在焉 努力地假笑 然而他的双手 一直在不自主地颤抖 一方面 他确实害怕薛凡会对他发火 他不知道 是否会像热门视频中那样 被当作 小三公开羞辱和殴打 然而相较于这一点 昨晚所经历的伤害 实在太可怕了 如果不需要伪装 如果不需要上班 孟小阳只想把自己洗净 然后找个阳光无法触及的地方痛哭一场 小说里并非如此描述 小说中的初次经历总是特别美好 特别温柔 强势的男人不会忍心伤害自己的女朋友 对吗 然而昨晚发生的那些暴力 乌言晦语 肮脏和剧痛 让孟小阳根本不敢回想 太可怕了 太卑劣了 无论他多么天真 他无法从中感受到一丝爱和温柔 更可恨的是 他在侮辱和出卖他之后 强迫施暴 完全没有争得他的同意 而他早晨那温柔的笑容 让他彻底绝望了 那不是温柔 那是魔鬼的面具 他甚至没有一句道歉 没有一丝愧疚 仿佛他孟小阳只是一个卑微的玩物 一个放荡的妓女 本该被如此对待 他真的不知道 在短短几个小时下班后 如何面对刘凯 思极此 孟小阳紧紧捏住自己的手腕 才没有哭出来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薛凡终于出现了 他静止走向孟小阳的上司 笑着说 小阳辛苦了 让他休半天吧 我单独请他吃顿饭 上司开玩笑地说 你不是想挖脚吧 如果我想挖脚 就好好珍惜他呀 薛凡笑嘻嘻地对孟小阳说 走吧 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吃饭吧 他们在一家几乎无人光顾的 陈旧茶餐厅坐下后 孟小阳开始哭泣 他所有的痛苦和内疚涌上心头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说话都不利索 然而 就因为他曾经暗恋过刘凯 他现在所受的一切就理所当然了吗 真正受伤的 难道不是眼前这位曾经对他那么好的朋友吗 他一边哭泣 一边拼命道歉 他坦白承认了自己曾暗恋刘凯 在他被甩后安慰和陪伴他 以及他故意隐瞒薛凡不让他知道 而且昨晚他们之间发生了关系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无论你怎样骂我 打我都可以 我活该受罚 他艰难地说完 又一次痛哭 最终平静下来 准备勇敢面对风雨 然而 孟小阳却看到薛凡也在哭 你这个傻瓜 薛凡开口了 孟小阳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 薛凡紧紧握住孟小阳的手 尽量冷静地对他说 你太傻了 太天真了 昨晚他对你所做的事情是强暴 是犯罪 你首先要去医院验伤 然后去警察局报警 不要害怕 不要自责 我会陪着你的 你没有任 和错误 是施暴者错了 孟小阳听了 又嚎啕大哭起来 他愤怒地大声喊道 我怎么会没有错呢 是我先喜欢上他的呀 薛凡感到心疼不已 他让孟小阳冷静下来 紧紧盯着他的眼睛说 都是我的错 我应该多与你交流 这样你就会知道 我为什么最终选择与他分手 我与他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我发现 他一直在勾引我的发小 他一边装作对我特别忠诚和专一 一边故意与他暧昧 引起他的胡思乱想 自以为很有魅力 我的发小和你一样 认为自己喜欢上了他 于是他告诉了我 事实上 他说的那些话 做的那些事情似乎毫无目的 但实际上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行为 后来我非常生气 与他对峙 他出于恼羞成怒 诽谤我出轨 并打了我 所以我坚决地与他分手了 薛凡痛苦地抓住自己的头发 我没想到他也会对你这样 我怎么没早点意识到呢 你是那么纯真 他当然会将你当作目标 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他送你回家 是我让他陪你去鬼屋 别这么说 你别这么说 你怎么会事先知道这些呢 孟小阳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来 薛凡陪着孟小阳从医院出来时 已经是下班时间了 刘凯的电话第一时间打来 他一定是去公司等孟小阳 但却没有等到他 亲爱的 你在哪呢 怎么还没下来 孟小阳听到他的声音就开始颤抖 薛凡想抢过他的手机帮他说话 但他轻轻地推开了他 毕竟这是他们之间的问题 刘凯 我不在公司 你别等了 咱们分手吧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这段时间里 孟小阳经常被吼叫和谩骂 当然能感受到电话那边的愤怒 但他鼓起勇气 继继续说 我给了你家的钥匙 请麻烦你寄还给我好吗 刘凯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怎么了 亲爱的 是不是 昨晚我太过分了 吓到你了 你不是很享受吗 你不是一直求我吗 孟小阳站在医院门口捂住嘴 尽力忍住哭声 刘凯的声音很低很低 但却非常清楚 亲爱的 难道你还想去医院验伤吗 难道你还想去公安局告我吗 孟小阳的身体突然一阵颤抖 他继续说道 谁给你出了坏主意 难道是薛凡那个讨厌的女人 他想害你 你知道吗 他明知道 我最好的朋友在公安局工作 也知道得罪我会有什么下场 他想要你的命啊 我的亲爱的 薛凡看到他崩溃的样子 非常着急 抓住他问道 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刘凯听到薛凡的声音说道 哦 这不是我可爱的小凡吗 请你告诉他 我注重先来后到 你们两个逃不掉 但他肯定会排在你前面 挂断电话后 孟小阳崩溃了 说道 你快躲起来 不要让他找到你 他说要杀了你 说要杀我们两个 他说他有朋友在公安局 我们不能去告他 不会有结果的 冷静点 小阳 薛凡紧紧抓住他的肩膀说道 他是本地人 认识在公安局工作的人 并不奇怪 这不是他可以随意伤害人的理由 你不要害怕 我们会保护好自己 薛凡陪着孟小阳 更换了家里的防盗门 并增加了很多智能门禁系统 每天 他都会与朋友保持电话联系 尽早回家 但每天早晨起来 他都能看到刘凯来过的痕迹 起初 是一些烟地 接着是带有脏污的卫生纸 然后地上满是肉虫 和流淌着鲜血的鸡 手机里的电话和短信 更是不堪一提 时而威胁 时而侮辱 尽管屏蔽了他 却又接连收到其他人 发来的信息和电话 孟小阳极度害怕 晚晚做噩梦 每天早晨 他都需要鼓起巨大的勇气 打开房门 但他告诉自己 没关系 我能行 渐渐地 他学会忽视那些可怕的事情 住在隔壁的邻居大姐对他说 小姑娘 是不是惹上流氓了 没事 你放心上班 大姐来收拾他们 有一天 孟小阳的部门组织了聚餐 他想着不能让这件事情 一直影响着正常的生活 便和大家一起去了 聚餐结束得很晚 回到家的时候 果然 在黑暗的楼道里 刘凯躲在那里喝得烂醉 突然跳了出来 这里到处都有监控 你打算干什么 孟小阳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而 刘凯并没有咆哮 也没有碰他 他高大的身影 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开始哭泣 看上去很委屈 对孟小阳说 我好想你 真的 真的好想你 孟小阳 沉默不语 刘凯紧接着说 对不起 我不该发脾气 也不该捉弄你 我好想你 但找不到你 我真的太幼稚了 非常抱歉 我不能没有你 能回到我身边吗 孟小阳 看着这个满脸委屈的大男人 回忆起他们分手时的痛苦和无助 就像现在这般可怜 他当时多么心疼 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情 只为让他好过一点 孟小阳温柔地开口了 他说 太晚了 我要回家休息 你好好走吧 照顾好自己 刘凯仿佛被石化在原地 呆呆地盯着孟小阳 你说什么 我自己要好好的 好的 保重自己 你这是不知好歹 他的声音突然变得阴森恶劣 身体也向孟小阳靠近 孟小阳既没有躲 也没有说话 他只是冷静地抬头 看了一眼上方摄像头那个 亮亮的红点 刘凯也跟着看了一眼 知道他的意思 满脸的咬牙切齿 过脚步总算停住了 刘凯 我想对你说 我不怕你了 也不在乎你了 你做的那些恶作剧也好 你对我说的那些恶毒的肮脏的话也好 我都不往心里去了 你工作也挺 忙的 不要再浪费时间来欺负我了 你快走吧 我要开门回家了 刘凯大概既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说 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冷静 一时竟然不知做和反应 我还想告诉你 你最好是 不要再这样对待其他的女孩子了 女孩子没有那 那么脆弱 那么轻易就被你威胁 刘凯正要开口 隔壁大姐开门了 洪亮地说 妹子 出什么事了 刘凯见来人了 赶紧装作无事 打了招呼跑了 听到他上了电梯 弄小杨谢 过大姐 赶紧开门回家 锁好门 他双腿一软 瘫坐在地上 说不害怕是假的 说不在乎也是假的 他把脸埋 在膝盖里尽情地哭了一场 抬起头来的时候 觉得自己 真的不再害怕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